大家好,我是队,欢迎来到本期权光98C的比赛解说,这场比赛是RT纯帅大战,灯神啊,RT纯帅也是一位狠角色,他选用大门切夹射板击两,哇,三神合一的主力,三神合一还是三神观赏性最高的三个主力,现在灯神的游历开始了一波操作,大门好像有点招架不住啊,大门投机狂人发挥不错他应用的实力,反而被灯神几招打晕,就接入一个守抗K,带走了。 那纯帅后面该怎么接招,纯帅还有切夹射,纯帅这个切夹射实力也是非常强啊,看今天发挥怎么样啊,其实打全黄的话还是看当天的一个手感,当天的心情都有影响的,现在纯帅的切夹射啊,接抓了,可能啊,可能开场这个大门情绪不是太好,情绪不太稳定啊,就被灯神三招搞定了,那切夹射就接稳不稳定了,切夹射不会也不稳定吧,哦, 特杂比萨没有抓,尤利现在残血加满气,完了,前前两段攻击,打出六连,然后一个守抗K,哎呀,两个大波啊,看来切夹射是刚刚失恋啊,情绪也不太稳定,那来看第三个回合。 第三个回合,板气梁怎么样,板气梁也是登神拿手绝活了,其实也是纯色的拿手绝活,尤利剑的板气梁,哇,好像根本没放在眼里啊,开场就是一顿猛揍,还是纯色的板气梁可不是那么简单被揍的,啊,被花式揍,哎呀,一屁股怼到脸上了,砍刀手也被连住,就这么没了, 这只打了一分多钟就没了,好了,来看下一局吧,看来啊,看来陈帅不只是失恋那么简单了,哈哈,现在游利,开场给一个燕一屁股怼到脸上,啊,这一局陈帅有戏,可是又被圣龙炫富队飞翔拳打了个五连,折到反身位心态,崩了吗,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难道要,圣龙炫富队飞翔拳,逃,逃完之后又折起下盘,晕了,废虎啊, C头一个黑光,哎呀,陈帅该觉醒了,是时候觉醒了,陈帅,我们来看陈帅的大门,把位置调换一下,也没有什么用,燕翼又是燕翼,感觉这个燕翼这一招啊,对陈帅特别好使,陈帅对这个屁股是完全没有免疫力,一击必中,哦,C头飞翔拳,胜龙炫富队飞翔拳,落地逃一下,哎呀,后跳地晕啦,好,幸亏, 圆柱来的比较及时啊,快速一个反跑界,头上浮,接上力头,漂亮,然后闪神想跟反,灯神也并没有乱动,今天打的比较轻松啊,灯神,纯帅的大门,又跪了,好了,我们来看纯帅最后一个板翼梁,第三个会合,纯帅这个板翼梁啊,哦,怎么打, 轻角飞翔拳击,看到手,好,纯帅的板翼梁节奏来了,哎呀,这是哎呀,板翼,板边轻角攻击,好,躲过生龙,灯神的生龙影又犯了,板边一波打击头接斩猎拳,后面一滴血,生龙飞翔拳,看哎呀,今天纯帅表示,我就是用板翼梁来挑战灯神来了, 我就要挑战最强板翼梁,拿最狠的开刀,看今天纯帅能不能一战封闪,飞翔叫埃珍塞,哎呀,走着防守,先飞翔啦,哦啦,哦啦,纯帅的超比赛来了,灯神今天会不会在这里翻车呀,灯神的King看来是没有了,纯帅连着的稳定性还是数一数二的,飞翔叫埃珍塞,哦啦,哦啦,你看,你看,潮沙连就非常的稳定, 我们接着看,灯神最后一个人,灯神的板翼梁,第五个会说,灯神的板翼梁,白板翼梁,压住了,开始压起身了,轻角点多下啊,操作比较密集,纯帅也开斜的反击,纯帅的有效攻击,好,不错,哦,打击都被闪,强反就这么交了,跑路不成18米,哎, 什么情况,又中了灯神的招式啊,灯神用地头到角落,圣龙天地霸王拳,纯帅他完了,强反交的太随意了,哎,这是爱真事,最后一波地头,纯帅,哇,又丧失掉了一分,灯神连拿两分了,纯帅该何去何从啊,我们来看纯帅的七甲设,社会我设格,人很话不多呀,但是好像对这一招艳逸还是没什么免疫力,纯帅要注意了啊,不要对手一掘屁股,你就, 啊,头晕,啊,你就要注意这一点啊,亲给两点,加油,哎呦,灯神的轻攻击运用的比较好,这一波,可以打给一个大大赞了,但是气夹射,撒,CD复合,加油,加了千万摩世,来一个变森连,现在纯帅还可以在连招中挤满一管,去接炮,全部没接,而选择中角爆摔,接上一个大招扎头,可是不能带走啊,不能带走的话, 就会留下后患,哦,灯神一滴滴血,气夹射继续跳,灯神凹大声龙,雷狂拳吗,没有,无法起身的一个操作,只要对手无法起身,灯神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嗨起来了,好,接下来看第二个回合,陈帅的,大门, 陈帅离大门,开场也中了一发雷荒犬,哇,一个大波,CD复大声楼,无限能量,无限必杀现在,灯神, 陈帅一滴血,又中了一个燕翼,哎呀,陈帅,陈帅,你看,我就想说这一波中了几个燕翼了,不少吃屁股啊,灯神60燕翼又中了,哎呀,要不要再来一下, 哎呀,两点三点T,飞翼就要走,嗯,有力又生龙子,飞翼就要砍刀手,爆气,怎么进去这里爆气,我的天,强反截住他,难道说陈帅要强反打伤害,灯神这点血印,强反打死应该问题不大,毕竟陈帅是一问定住成的玩家,只要被他连住,他就非常的稳,CD, 后拉CD,飞翼脚接波,波尔接一个斩裂拳,好,圣龙接波,确实他想强反把灯神打死,哇,圣龙接波,飞翼脚,圣龙斩裂拳,这一套可以点个666了,一套非常难的高端连,比灯神的还要花式,哎真是,哎真是,连死了吗,哦啦哦啦哦啦,没连死,还有一滴滴血,一百三十一连躲过大圣龙, 你,再多一连一些就好了,没连死,好,看第四个回合,我们来看灯神的King出马,灯神的King啊,他想开场就滑踩,掏招,现在纯帅默克节奏来了,哎呀,强反正的又早了点,青角,飞翼脚,欧啦欧啦欧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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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刚才那一波啊,是我大意了,纯帅不能像灯神那样,再挤满一管气,他只能用一个龙虎乱舞收体, 我大意了,刚才啊,飞翼脚,应该是解说灯神,解说多了啊,因为纯帅持有他AD模式,刚才那一套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好,接下来看灯神的板气凉,最后板气凉大战板气凉,两个板气凉之间的过招,哦,先做个防守,灯神的板气凉还是一如既往的嘛,但是纯帅,哎呀,纯帅打了正式伤害了,天地帮好拳,飞翼脚卡一次, 是agency,啊,cd飞翼脚砍刀手,cd复合砍刀手飞翼脚,不错,这个压制方法还是挺新颖的,灯神很少使用这样的压制法,cd复合以后,对,打出来几招压制,又显得特别花式,灯神爆气,飞翼脚接波,哎,纯帅爆气啊,纯帅直接给了个天地保险,超啥,cd复合, 复合一个大波纯帅拿着个首分,我们来看下一局啊,这局被纯帅安排的明明白白啊,接面来看纯帅的七夹射,本场哪有,好,有离圣龙旋復队飞翼脚拳落地逃,哎,没套,没套这下位置就反转了,纯帅的节奏貌似来了,哇,板边开大,没打好,轻A,站轻调,压油,距离还是不够,跳飞地,站中拳, 哇,逆向过定,再压一套,轻脚点压油,压油,陈帅的节奏来了,来一趴,后面陈帅再次使用一个跳抓,必杀,拜拜了,灯神被对手板进来教育以后啊,好像丧失掉灵魂一样啊,有点,唯唯诺诺了,没有那种行鱼流水的感觉了呢,来看灯神的King出马,灯神的King,好,先前后一战,cd打压制,轻脚cd复合, 哇,前前,cd打压,哦,七家车突然怼了出来,两拨敲打锤,轻A点,压油,七家车经典的单发确认,最后接入一战斗,啊哈,把币压油,又开始了,一套带走,哇,灯神仅剩一个板切凉了,灯神危险了,应该是灯神特别危险了,看灯神的板切凉出马, 板切凉使用一招前起来攻击大法,位置逆转,cd复合压油,来一炮,轻脚轻化模式呢,反而被板切凉打出了一发,飞翔就砍到手,轻脚一点,七家车压油,来一炮,没来,那就下轻再来两点,再来两点,跳贼,哎,板切凉生了对空,轻脚轻手,飞翔就爱真性,追着七家车在打,骗出七家车的生龙去,又来一步爱真性, 地头圣龙踢地帮全呆呆了,这一波纯帅又被灯神给玩弄于鼓掌之中了,双方的板切凉啊,都各有游戏,各有看别,因为两个不同的模式嘛,大门用空中七鸟节奏以后,居然没有摇他的蓝制衫,摇个蓝制衫是可以空袭底高开,现在纯帅啊,只剩半血,好,跳飞地中招,哦,心脏按摩不错, 一个战中角,灯神明显跳了,这一招是专制对手的起身跳的,大门要玩完,好地,来看全帅最后一个半次量,今天观赏性都是飞上足啊,观赏性可以说是纳满,两个半次量之间的大战,好,全帅的半次量发动第一波猛烈进攻, 天地半好拳,打了一套,我,我接CD,CD接天地半好拳,双天地,好,打出灯神的抢反不错,爱真神尿倒一个地头没想到,最简单的出招方式啊,对,拿下了灯神, 最简单的烹饪方式,也可以做出极其美味的佳肴,哈哈,现在灯神, 克瑞,啊,终于拿出克瑞来了,轻盔重手,滑闪接冲拳,冲拳接大灌篮, I come on time, are we can, yeah, yeah,哇, 啊,陈帅,一滴血,小哥CD,打蛋了,一滴血生龙呢,这时候还用轻攻击控制距离, 下轻角两点白白了,将跑跑掉了这局,灯神,用住特位之后, 陈帅帽子还需要,对,需要转换一下这个节奏啊,要不然就很难,很难控制这个节奏, 灯神特位又神一招,碎石踢,接大过篮,再踢, 接着拉后发个逼波,I的根反没有用,但是继续来上一趟, 下轻角看完蛋,完,这下纯帅仅剩一个板測了, 双合比分其实现在拉平了,在双方的实力在波动之间, 我们来看第三个会合,纯帅的板測了, 纯帅的板測了也是很能刚才见识到的啊, 你看这个压制啊,放针压制法, 纯帅的放针加丢针压制法, 哎,操比啥,这是什么情况, 哦,原来是在后面啊,有后招呀, 可是还是被灯神给抓住了, 又是各种道远梯搞了一趟, 纯帅忍不住交出强反,砍刀手,就跑了, 哦,机会来了,正拳突击狐狸呀, 板边一个cd,板边的神板測量, 多重塞的一些斩铃拳,最后接入一个僧龙拳, 拜拜,终于拿出特瑞了, 纯帅有反三之时, 第四克一盒,灯神的king, 再出马, 板測量先发动几个攻击, 来个活,听啊, 一脚踢到,下反击手, 再来个镰刀腿,机会吗,没有, 狐狸呀,中了, 硬呼这属于, 纯帅的硬呼打法, 飞向脚接波, 天地霸凹拳刚好拿住, 可是为什么没有取消出来下一个招式, 现在反而被king的超杀逮住了, 陈帅他断招了呀, 好,陈帅交出强反, 可是现在又不是暴踢状态, 即便是打伤害的话, 也打不了什么伤害, 也打不了超杀脸, 好,躲过妄想梯带走, 哇,陈帅的反三时刻来了吗, 接下来看登神的半次量登场, 登神的百亿板质量生龙接对弓接砍刀手, 哇, 纯帅再来一把砍刀手, 地头, 宝器, 能不能利用你招天地霸王拳, 以登神的招式来制服登神, 好像有点困难, 砍刀手, 哦, 最后三比二了已经啊, 我们接着往下看, 纯帅再次发起挑战啊, 这一波, 哦, 天地反, 隔身抓, 隔, 隔身打牛, 嗯, 清腿一个天地反, 下一天上斧跟拳, 近神再套了一把, 下中角双方向上大门不亏, 好, 又一个天地反, 啊, 落地朝大外哥, 刚才天地反属于防御反击, 不掉血, 这一波可是掉水了, 这一波套路套路出来了, 头上复战中角, 为什么没有接住呢, 你看看, 灯神红雪加满气, 纯帅要紧张起来了, 你紧张没有用, 还是中了, 越紧张越中招了, 能量喷泉, 最实际双段, 高轨喷泉, 各种花石秀版别表演起来吧, A3, 没办法, 谁让纯帅失误了, 这一局啊, 一个失误吧, 成了终身恨了, 来看纯帅的七甲数, 登场了, 邓神还是处于一个洪雪状态, 幸好还没有满气啊, 现在, 如果让邓神满气以后, 他又嚣张起来了, 哦, 机会, 高轨喷泉, 先喷一下子, A3, 双喷,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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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喷嘛, 来个地坡不喷了, 这样的话, 比喷来的更实在一点, 掉血更多, 还无, 还无, 连续几个敲打锤, 没中还敢敲, 好了, 看第三个会合, 陈帅节奏上面, 出了一些下的问题, 我们来看纯帅的板子俩, 先给他胜用对攻, 特瑞的前线攻击, 又很快接住了, 板子俩, 飞翔脚交强反了, 交得有点早, 纯帅, 要不要爆个气现在, 好, 纯帅等待一个时机, 时机在哪里, 灯神, 你也在等待一个时机呀, 你爆气可能就, 闪身躲, 倒也踢不错, 这是套了灯神的套路, 灯神总想用一招招式, 引诱纯帅上钩, 但陈帅, 在运筹帅帅了, 已经, 在刚才, 在很久之前, 已经运筹帅帅了, 这个套路了, 在比赛的开场, 他了解到灯神的一些套路, 所以在比赛之中, 他就可以见证猜招造运筹帅帅, 一个谁的, 两个谁的, 好, 要见板子俩了, 飞翔脚一下, 升龙铁碳刀手, 升龙飞翔脚, 挨这四挨这四挨这四, 60多年轻轻松速, 接下来看灯神最后一个人, 灯神的板子俩, 第一, 五个回合, 第二个回合, 双板大战, 哎呀, 又开始潜潜操作了, 哇, 升龙强反这就交了, 太紧张了, 陈帅, 这个强反交的着实大意, 飞翔脚, 升龙砍刀手, 升龙飞翔脚, 挨这四挨这四, 来一脚, 好, 躲过升龙, 清水中手, 天地方王拳, 飞翔脚尖, 哎呀, 没见欧拉, 进, 再来一下, 天地方王拳, 最后小波将, 就灯神4比2取胜, 那今天两个板子俩表演都非常精彩, 陈帅, 节奏有点不太好, 其差一招, 期待陈帅下一次挑战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